随时随地,简易交易 各位早上,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桌面屏幕又未有反应 我们要找同事试一试 我们看不到自己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开设我们的频道YouTube上的民众财经 对,太好了,中华财经连线 我们的电视机终于终于终于好电视网 因为今天迎接我们的 迎接 是的,剃功 真是惨意气 CASA上来 因为阿伦大师今天请假 所以就找CASA上来和我们分析一下事 事件相当噁心 不过就这样,可能是跟着昨晚的纳指的表现 昨晚的道指虽然叫做不用跌 但纳指就惨 昨晚的纳指曾经急错超过2% 我们经常说FANG那四只股份 Google、Facebook、Amazon和苹果 昨天分别跌了1%至6% Google是最惨的 因为传闻被美国司法机构 可能判断反垄断的调查 昨晚Google急错超过6% 可能都影响了大围的气氛 港股今早早是低开 其实是否高开 我看看 今早早的港股其实是高开100点 但很快已经是掉头回落 现在低位去过今早26783点 Castor 这么久没有见你 有什么消息可以带给我们 有什么消息 昨天试了技术支撑位置 弹了 即是上升回调 黄金比率回调的61.8% 昨天来说很生性 26732点 昨天是26735点 差3点就刚好 所以昨天来说 下午那一刻 借着内地公讯部 出来说要 即时推5G的商业牌照 那时就立刻反弹 但如果你看回 昨天来说 内地的事是没有反应的 下午那段时间 吃完饭 开出来高开了 接着又跌下来 似乎内地对于5G的商业牌照的发行 其实那个反应是不及香港 似乎香港这边可能有点过分的反应 又或者可以这样说 市场有点借着这个消息来说 推回指数上去 然后再沽 例如今日来说 指数是高开 100点 接着又跌下来 虽然说 可能因为 这个美股那边来说 一众的科技股都跌下来 所以应该要跌 但在另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现在来说 就是那个市场 似乎真的未调整够的 譬如昨天来说 那个市场叫做 不用跌那么多 就是没有那么肉酸 国子来说 甚至是还能升 但是你看回昨天来说 跌的股份是超过1000个 而升的股份只有600多个 那个叫升跌比率只有0.56 那比上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 都有0.8多 就是顶着那些大股的股 比如腾讯那些 没错 就沽其他的股 就是 很聪明啊 范晓月 就是聪明了 不是聪明了 是很聪明 那是这样的 原基是什么呢 市场还未跌 就是很多的投资者都说 未来的那段时间来说 会不会再跌呢 五穷六绝 五月来说市场不好 六月又更加差 那你预计在未来的那段时间 市场还可以调整这个情况 是预计会发生先 如果你说到时最后 原来市场没怎么跌 那大家会开心 但是如果你预计要跌的话 起码就是说 不会乱那么新的手 进去市场上 去捞底 去摸货 因为都看回 我们就用那个资金流去看 五月份 整个月 就是流流长 算回恒指的成份股 其实就多了多少钱 在市场上高 多了是三十凌亿 是 那如果你相比起 这个国子是好一些的了 国子只剩下九亿而已 那其实在整个月 都没有钱进去的话 五月份跌是很正常的 那六月份 会不会是再继续向下走呢 那就真的要看回 那些钱是否进入 譬如昨天来说 下午的事件段 就是内地公信部 是出5G发牌的消息 是令到指数 是多了31亿的 昨天 但是今早早来说 又好像不是很生性 有少少是继续走 那些钱 暂时来说 行指走了大约5亿左右 未完全抵消了昨天的31亿的流入 但是大家看到那些钱 不肯进来 反而在高位置扔东西出街的话 就真的要很小心 是 这个就是要大家小心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内地都间不中 好像有一些 刺激经济措施 比如说昨天的5G 又或者是全民的雨孽 或者在上星期下有些汽车相关 再早一点的 亦都有一些 譬如家电下向的政策 虽然就每次像擠牙膏 小小小小 都不是说没有工作 而整个5月份算 上证算是跑人香港的 那会不会有机会 香港由3万点 跌至现在2万8 都有些机会 记住上面有关于支持 2万6 对不起 2万6千8 2万6千8 就是我幻想是上回2万8 其实 我自己就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如果你看回内地来说 每次出的所谓的政策 其实要看回上证的反应是没什么的 如果你说真的很强的消息出来 那你没理由内地的A股来说 是不肯升上去 虽然很多分析就说 现在来说内地 就不是说上一个市就升 起码现在来说就先不下跌 内地是有一个叫做有形之手 去搞住市 不让市跌那么多 但是香港来说 就是没有这只手 反而来说 就是完全看着市场的资金流向之余 亦都看回一些长线的机会投资者 他们在做什么 那我们在5月份的时间 其实是看到 从月中开始 每每每到收市后的竞价时段 之前谷高了 然后在收市后的竞价时段 就看到大量的长线基金在减磅 那这些钱来说 一走 其实你预计了市场 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下跌的 那这个情况就有点像 去年6月的时候 市场跌下去那一刻 之前那个情况 我们也希望 希望市场不要那么差 因为始终来说 如果你一差的话 很多事情是有 叫做接二连三出现的 无论说是楼价跌 失业率又会上升 然后人们又没有那么开心 看这个台的人又少了 就更加不是那么好的 是是是 所以有机会 恒指去到哪个位 其实这些是否很难说 你跌市又莫股底 其实很多的分析就说 跌市是莫股底 甚至是不要摘股的顶 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看回 通常如果你说有移动平均线 裂口这些来说 就是说 那个支持可能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看回恒指 去到今时今日 穿了所有移动平均线 今天来说 甚至是条20天线 都有机会收市的时间 穿了条250天线 这个是一个真是很差的讯号 因为你看回 上一次就是在去年的7月的时候 就是20天线穿越了条250天线之后 一直跌下去 当然很多的分析就说 移动平均线 裂口这些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持 但是现在来说 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很多时 都拿回黄金比率的法规 来做一个叫做预测 这个预测来说 往往当升浪完了之后 回调的幅度 就38.2% 61.8% 接着100% 来做一个叫做回调目标位 即是打回原影 如果100% 如果昨天那个位 26732 是没有跌穿的话 还可以兴行一下 市可以站得住 因为去到现在来说 暂时又要试回这个水位 如果真的跌穿了 而且是完全看不到 那个反弹力度出回来的话 我们真的100% 跌回去24540点这个水平 当然很多的投资者 如果说跌回来的水平来说 是否真的能买得 是否可以分身 黄金比率有一样东西 它计算回调 是说目标 不是说支持位 千万不要以为 一跌到24500的位置 就立刻当是回调了 这个位置来说是支持 我们不说支持的 是黄金比率 是说回调目标 超过了这个100%的话 还有1.618 和2.618倍 这两个数目是吓死你 如果你真的回调到1.618倍 那个市场要跌到2万点的水平 2万0993点 是很多的要跌 但是会不会跌到那么多呢 就要看看中美的情况 发生有没有一些特别可以 叫做扭转的变化 明白 所以留意着我们要看黄金比率 就不是去到那里就会有支持反弹 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个技术的指标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到那里 原来不是反弹 原来不是的 它可以跌穿 都未定的 就要留意着 那么现在恒指跌过100点的流程 现在是低位了 是的 差不多接近低位 不过也弹了一点点了 起码 因为今天来说 就是最低的那段时间 56736 是的 736的位置 现在来说也算是弹了三十几点 希望真的不要跌穿 如果你跌穿就很麻烦 是的 还有一个类股份 就是零射麻烦 就是那些澳门股 今天就领跌 例如27号 27号不是太差 哪一只差一点呢 1928 跌了300% 200 还有3.5% 几天之间跌了一成 有没有 上星期还有35多 没办法的 因为你看看金沙 它是中场的比率 仍是一个占大比 还有一个是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 这件事是很大件事 可以引发的 所以这一排 27号是强过它的原因 是的 因为如果你看看 一些美资的公司 在未来2022年 美国公司 现在是贸易战 美国搞那么多 中国可能也暗示 或者提示澳门 在未来这段时间 你可能要审慎审慎 在这样的情况 大家虽然未听到这些消息 但是都会担心 有这样的情况 一定是扔掉手头上 跟美资相关的 一些澳门博彩股份 令到他们的股价 都是跌得比较急 当然 究竟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我们这些小市民 怎会知道 这些重要的决定的话 可能都要一些国家级别的官员 才是可以插手 所以都要避开 那个影响来说 大底下 我们暂时真的不要想着 跌了很多 很划算 因为真的这个风险 大家都不知道 会最后演变会变成什么 如果演变得真的很差的时候 可以再跌多一成 都不奇怪 是的 都要留意住 除了金沙之外 仅次于金沙的跌幅 还有新豪 刚才Kaiser说过 现在跌超过3.5% 永利跌2.5% 其实澳博 那些是本土东西 现在都跌2.5% 这就不关牌势吧 拖累 如果看的话 始终来说 整个板块一起跌的话 它只不过是跌多一些 和跌少一些的分别 当然 如果你说 就是用澳博 跟银河去做比较的话 其实在过往来说 都是看到 澳博相对的股价的折扬 比起银河多很多 变成了当股价不行的时候 当然 如果你由两只股份 一起要扔的话 你先扔哪一只 肯定扔就可以先扔 没办法 所以27日就没那么伤 迟早而已 真是惨 小心一点 澳门股 因为本身6月份 都是一个季节性的淡季 未必会有很大的惊喜 我们先看看700先 和科网股 因为昨天提过 昨晚的纳指跌了2% Facebook Alphabet 一众Google 都是急错的 但是最近我发现 腾讯 由上星期五 港股不是急跌的 其实它当天已经是顶着的事 昨天亦出了一支羊竹 因为它不跌 都可以帮手 今天虽然跌 但是不是真的跌很多 跌1.5% 跌5元 其实腾讯是不是都跌不下了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指数要跌的话 腾讯那些只可以撑着一段时间 因为你计算估值 我们散户很多时候 看到他们的股价相对强 就想着它不会跌 但是很多时候 基础投资者 他们看什么 就是相对性的 就是它永远是计算 那时候是计算相对性 如果腾讯的股价来说 是相对高的 尤其是指数跌那么多 如果它跌的幅度是相对少 它一定会在最后去减绑 因为始终都是看回 他们需要平衡风险回报 不单只是看回 股价的上升 当市跌的时候 他们自己本身都要保住自己 投资组合的回报 变相如果跌的幅度是相对少 到最后它都会跟跌回 因此就这样看回腾讯 现在这个时间是撑着股价 不让股价跌得那么多 否则腾讯跌多了 譬如可能跟外围 美股那边的科技类股份 跌2-3% 恒指怎样只跌到这个水平 嗯 应该要跌多一点 对不对 照计它应该跌的走势 是未完成的 始终来说 第一个我们计算61.8%回调 是308元 上次来说是叫做差一点 差8元左右才要回调到水位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这一阵就算跌下来的话 你跌回308元 这些水位 我又觉得暂时不是很害怕的 是 好 明白 腾讯今早早都是继续回调的 其他方望股呢 我们看看388元 美国那边 譬如说是对反断法 这些这样的调查 跟它没关系 但是相关的股份一跌的话 都会跟着跌 而且我们都看到 譬如说金山这些股份 金碟 它很多时候 所谓的beta 比起最大的 譬如说腾讯 是大一点 什么叫beta 就是说市升的时候 它又会升多一点 譬如说腾讯的股份跌的时候 它又会跌多一点 波动性大 始终都是这些二线股份的一个特色 好 今早早些方望股跌 澳门股跌 让我看看地产股 为什么要说地产股呢 因为美国的数据不行 又跟中国反台 又跟墨西哥搞墨西哥 很多东西都令人担心美国经济 再加上昨晚美国债息 十年期竟然跌到多少 两厘零日 两厘 是的 两厘松一点 大家反映 是很担心美国经济前景 甚至乎现在有人猜 今年 现在已经6月 今年可能要减两至三次息 好了 如果美国减息 到底对香港的息口敏感股的影响是怎样呢 马上有反应 譬如恒地 逆市靠稳升两毫子 我们看看16 现在仍未跌 比市是强一点 只是未跌了6毫子 我们看看11.13 升了五先 另外昨天公布业势的8.23 不过今天回了少少 不过都是比大市职势一点 会不会对于地产股都有一定的作用呢 但最近的拆息由香港这边升了 是呀 拆息这件事的影响似乎大一点 我会觉得 因为如果你看看 美国减息 香港是否跟减 都是要看着拆息去做引 我们看回三月份的时候 香港的银行的体系结余 有760亿 到最近来说 只剩下500亿多一点 其实都显示到一件事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 但是比较多的资金是流走了 令到那个拆息居高不下 若果在外围的因素 令到更加多的基础投资者 减绑港股 然后将钱转出去做美元的 到时来说 香港的银行的体系结余 最后一步下跌 到时来说 美国就算减两次息 即是未来的那段时间 香港也未必会跟得减 在这样的情况 变相对本地地产股 产生的影响 其实不会那么直接 反而来说 大家看看 刚刚上星期 周末期间 一手楼的销情基本上是冰封的 二手楼就更加是 所以也看到 现在来说 市场担心经济下行的风险 开始加大 会影响到整个楼市气氛 以及本地地产股 现在这些水位 相比起大市仍是贵的 这是一个隐忧 所以你会看到 我特朗普搞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香港这边来说 所有股票都是有点文不了身 因为始终经济不好 也会影响房地产市场 消费热肉 财富效应 最后会影响房地产股 大家都要留意 时间关系 我们要立即回答观众问题 因为多了观众 已经在等着CASA答问题 1号长实 75元有货 Raymond问 应该如何部署 暂时只可以等待 现在非常贴近年初的低位 因为年初是72.8元 现在是75元这些位 我们当它最近这次回调 下来73元水位 已经贴近上次的低位 基本上是做了第二个低位 基本上是可以看看 有没有机会做反弹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次反弹的力度 如果能够出现 其实也有机会先看78.1元这些水平 计算回调幅度 由4月顶部的 押着80元8毫的位置跌下来 计算38.2%的反弹 先看78.1元的水平 如果以资金流去看 近日流入的情况就慢了 也有点不够力 变成就算当它反弹的话 我们最尽是看78.1元的水平 明白也不会望得好 不过如果不用输着走也好 也算是开心的 在市场这么弱的情况下 输钱走也固然不开心 你不用输的话 我想也不要气馁 也很难够的 有位朋友说金沙血统不好 我们金沙讨论完 曼洲7.7元是有货的 蛛蛛 真是蛛蛛 内地的热情暂时都没有办法解决 不过都可以这样去看 曼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国那边基本上和中国 是罗反了 变相中国买多些农产品 尤其是向美国那边输入多些猪肉 冰猪 冰鲜猪那些 那些机会就很小了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之前炒起曼洲的利好因素 突然间消失了 当然股价一定跌回头 而且也要看回 现在暂时跌到250天线附近 顶住 以及亦都这样说 整个升浪 计算反弹幅度 用总升幅去计算回调 刚刚好亦都回调61.8% 贴近7元这个位 因此现在股价下来 这些水位 只可以说 正在试支持 起码250天线暂时未穿 还有希望可以弹高一点 但也是那句 风眼鼓 都是属于 变成有机会走的话 就好走 因为我都相信 暂时上升的动力 在不足底下跌回头 是可以跌得很深的 最近好市 250天线受得住 但九手又怕它必失 没错 今天也算是可以的 升了1% 亦都是逆市 向上其中一只蓝筹 另外一位朋友 就问到231.8% 什么时候可以买得 什么钱可以买得 很想买东西 不如炒一下吃饭算 这样说 如果看最近很多钱 是走进一些保险相关的股份里面 为什么呢 他们不是为了要赚钱 反而来说是为了要买一些不用输的股份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散户来说很简单 赢钱的话最好买那些 输钱的话就尽量走 但是机构流资者 有时要平衡他们手上 不能持有太多现金的因素 变成买一些相对跌的幅度 没有那么多的股份 他们都要买 而其中一只就是平补 因为来看内地那方面 内地的整体 国债的息率一直都是很高的 跟这个美国是很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平补每个月拿回来的保金 投放在国债里面 产生出来的息的回报 其实都很高 变成他们本来说 应该赚得很多钱 不过A股又做得不好 互相抵消 但是起码对于平补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 这只股份始终来说 它有一个相对强的 一个叫做投资收入 在国债那边 变成可以作为一个 叫做防守 还是挺强的股份 因此买进去 暂时都看回 如果你说真是想 很想很想买的话 等下来 等下跌到一百天线的位置 在那些水平才博 但是也是那句 我也是说 市要再跌的话 什么股份暂时都尽量 不要持有那么多 就是不持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又不是基金经理 为什么一定要买呢 我们不是基金经理 我们又不是一定要买股票 我们持现金的话 真的等机会来一次 比较急的下跌的时候 才做事都不迟 但是有些股份 仍然可以升 或者是比大市强一些 SORI Fiona看中了一只322的康师傅 今天都跌多了 回涂了3% 想问现价买不买好呢 康师傅还是抠一只中联重货 两只完全不同 两只不同 很多时候投资者选择股票 那只升就买那只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但是你要看升的原因 康师傅之前说过 内地方面整体谷消费 理论上对他们的资本身来说是利好的 我也同意 但是要看炒的时机 现在来说那些钱基本上都走得七七八八 在那些叫做内需股 我们亦都发现到内需股 其实近期来说 表现都是一样的 变相现在要有时间才去买 康师傅 有点是苏州过后 你想回答它 其实都分分钟回答不了 但是亦都这样看回 中联重科反而说内地那边对于一些 无论是建筑有关 甚至是一些基建有关的 一些重型机械 那个需求今年来说 应该会比起年初比出来的 就是指示 还要大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应该整体前景 我会觉得反而是有机会 是进一步做好 而且亦都要看回 近期资金流入的情况 都是有持续的 大户正在买 如果算回两个月内 大概是有6千万左右的钱 是进入了来的 散户正在沽 通常散户沽大户买 股份是有得升的 这种来说是其中一种 我都相信在短期内 股价应该可以跑赢大市之外 亦都有重新再升上去 就是说5元这种水平的机会 好 好了 1157我们先看一看 1157 起码是50天线 现在来说一群的儿童平均线 是走在一起的支持力度 相对起是比较强的 另外 Samsung的小米 小米真是惨 昨天破案位 今天炎9元也失手了 没办法 你穿10元的话 全世界都会走人了 是 还有股权的什么 我真的觉得很复杂 我不明白 不用理 这些这么复杂的事 其实市场的股价 投资者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会告诉你 他们提出一些B股 B股 这些B股来说 不是流通性的 市场上不是流通的 但是问题是 日后会不会 这些B股 都会最终在市场上流通 不知道 但是在现在依捎的B股下 变成有些原本拿着 在市场流通的股份 叫做股东 甚至是管理层 扔手上流通股 然后拿回B股 因为和股不同权的问题 B股拿着的股份 有特别大的权利 如果你有特别大权利 变成我便不需要 比如说我可能 我的投票权或管理权 管治权 要拿着30%才能控制到市场 但是如果我拿着一股 B股 已经等于30%的股份 我肯定沽了手上 30%拿着一股 B股便算了 所以他昨晚亦出了个数据 原来就是小米的手环手标 出货量是全球第一 但也帮不了股价 穿了9元 今早低位是8.91 跌了1.4% 我们看看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是问12.2码入 现在是否沽货 还沽货 不要再下答了 现在应该找位 先沽了12.2的批货 其实不是有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他继续跌 你没办法跟他们抗衡 因为我们散户永远的力量 即是细沽力弱 还有也这么说 伦大师经常说 一定沽了他 是欺骗人的 他一定是这么说 因为现在同股不同权 的确令很多机构投资者 其实是会却步 因为如果你看回 原本股东 管理层持有的股份 到了今时今日 突然之间 我持有B股 可以等于持有这么多股份 我一定会减磅 尤其是股价在下跌 对他们来说 怎可能股价下跌 对他没有影响的情况下 他会继续持有的 他一定是跌那时 身家缩水之前就尽量去减磅 所以都是要减磅 尽量找些位置去减磅 另外有一位朋友说 很久没有见彭先生和我一起做节目 是的 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是的 我们就安排一下 你逢星期四也不行 我星期四是大台 是的 我们再研究一下 那位朋友 388 Nelson 就说交所 欲扣入4千股 388 现在是什么位置 244.8 他还没穿上个星期 也还没穿250天线 可不可以买4千股 市场很惨 那你388也很惨 现在来说 在240元的位置附近 如果你计算 就由去年10月 起步升上来 那位置就是50% 当然很多时候 50%是否一个支持位 很多人都在争论 我自己觉得 50%很多时候 都不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它可以一跌穿 38.2%之后 就直到1.8 所以我只会觉得 现在这个情况 既然它失去38.2 我就等到1.8%的回调幅度 才做事 那位置来说 就差不多要去到230元的位置附近 立刻考验你了 那位朋友 他反手已经买了 3008和700的价格 Holly 即是说他可以再坐下去 去到市百三十多元才吃 因为你的市 现在穿了26732的位置 即是61.8穿了 是的 不是还有一个72.2%的吗 我们不看的 即是一跌落是100了 因为很多时候 一些指数 或者我们所谓的回调 你分得太省 其实最重要是 你看一下 究竟市场上 信的人是信哪几个位置 过往的回调幅度来说 38.2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1.6 就会一直创造到更多人去减缸 所以沽压会加重了 会快了 是的 就不是一个平均的减缸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 输钱的话 人人都不想 所以为什么跌市的时候 会跌得特别急 我知道 以这个C-line的意思 就是人踩人 真的叹压 就会立刻引发更多的人踩人 是的 所以你跌下来的时候 38.2穿 或1.8穿的话 接着就很急地跌下来 那我们先和24540年揮揮手 我们立刻回到那边 Amy说想你多一点上来 想彭sir多一点上来 我们安排一下 7.8穿2元有货 7.8穿昨天比一天威励 一阵 我们看一看今早 是否打回员形 暂时站在这 不动 但是有钱在走 是吗 在这 蓝色条线 是的 那怎样 怎样 1.8穿1 如果跌穿就一定要走 即是它2元 可以再坐多一会 看一看 是的 你看它可不可以站在1.8穿1 因为之前都连说7.8穿1 同一个起步点去计算 就是由上市时1.3 落到低位9.9 然后重复反弹上来之后 收复跌幅 用1.618、2.618倍 1.618倍就是个半 2.618倍就是1.81 这两个支持位置 要很小心,1.81 只要先拿两仙 Y问食完五月总 等抽冠套戏落下 星期再部署等跌深一点再进货 我也可以 抽冠关不关事呢?其实是不知道的 用来说一下,是不是大议局了? 我不知道 8470是什么? 8470? 8...4...7...0? 不懂的,这是什么? 会不会是847? 很难的,不知道是什么 不如我们说847吧 是847 现价能否进入? 现在有没有机会炒上? 不知道是否 847也没有 847也没有 那847是什么? 真的不懂 我不懂了,这些事 因为太多股票 基本上你很难什么都懂 什么都懂的 是人神来的 是的,都是骗你了 914好吗? 我们看看海螺 我问海螺 现价能否进入? 其实看海螺有条件反弹 但是反弹力度不算太强 因为你始终来说 大家都在炒什么呢? 就是内地方面 经济不好 一定会谷出几样东西 要么就是基建 要么是楼市 要么就是内部消费 炒完一阵内部消费之后 楼市又出了一些招 去压制楼价 唯一就是究竟基建会不会上马 上星期炒过一阵的基建股 390那些东西都移动了 海螺水泥 甚至是几个水泥股 都弹过一阵 但是今天可惜 我相信市场似乎是 开始都在担心 就是说内地楼市一按的话 会令到整体的水泥 都会出现一个价格会跌下来 变相都会令到股价 在短期里面 都无法站得稳 我暂时只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如果你是想着 现在走进去买的话 等多一阵 如果你说我想这些水平来说 做不做止蚀呢 也都是暂时只可以说 今天跌穿一条100天线 是一个很大的讯号 应该要走的 好 要小心 小心点下跌成百分之三 就是有这么长的阴烛 要小心点 晚舟7.7不是说了 看看 playback 不是全部东西都跌 虽然跌破位 今早上低位26,705点 我看你喝一瓶 在喝维他柠檬茶 立刻喝一瓶维他奶 好吗 强啊 嗯 购顶 那楼也是强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维他奶 自己本身来说 内地那边的南变 即是中国南部的市场来说 其实都是做得相对好的 而且也开始步入一个叫做收成期 整体上公司过往的策略来说 都是属于一些叫做保守 当市货不好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钱买进去 是 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 很危险 你说现在这个时间买进去 有点 又好像不是 不知怎样的 很贵啊 你知不知道 四十几倍预测市盈率 你这样去看 有时候有些东西 价和整体前景 是挂钩的 大家在比资的四十几倍 那个预测市盈率 是好像很贵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预测市盈率 是一路一路会有回调的幅度 要是这样说 市场给出来的目标价 大约40元左右 很多时候 目标价给出来40元 股价 怎样都会有少少 叫做overshoot 就是叫做升超过目标价 我当是10%左右 亦都可以这样去看 就是说应该有机会 挂着四十四元这些水平附近 是徘徊一会儿 明白 始终都是民生傻缺 就算打什么贸易战 都很难不喝维他奶 我们看看日清 因为这两只 我觉得这段时间 都是同一个概念 是受市场追捧 但今天日清是没有升跌 暂时从高位 今早做过4.68元 现在做4.59元 另外碧桂圆服务 60.98元 会否是现价是否高 还是买领展823元 两只不同的东西 是的 很有趣 很多时候 投资者很想买一些东西 但又怕 然后放另外一只东西 两只完全比较不到 领展就真的看下 会否增加每股的派息 因为现在来说 大家看着领展的前景 香港这边的发展前景 不算强 看看买内地或海外物业方面 会否增加每股派息 所以股价一直都不肯下来 当然你说贵 是的 贵 有时有些东西 越贵就越有前景 反过来 碧桂圆服务 我们最重要是看他们 究竟拿到多少新的 一些父母合约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没有公司会给他 但始终楼市开始的增长是放慢 可能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有一定的压力 真的要看数字 回调的幅度应该开始多一点 今天的压力来说 亦看到跌得比较明显 我们也会预计暂时 会调到之前的主要阻力 即是原本阻力 现在变成的支持 就是大概14.4的位置 即是你落到那些位置 我觉得不怕买 好 因为始终有它的好处 即是现金流比较强一点 业务比较清晰一点 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 也有几位问 就是煤气 其中一位Joy 他十九个半有货 如果十九个半有货 应该是随而静之前买 即是他收了 是随息和股 另外一位朋友Suki就问 其实煤气和恒地都是十送一 为何煤气多些人说呢 是否煤气的前景比恒地好 两种不同 恒地的话是没有公司 什么都有 但恒地最主要的业务 都是卖楼 如果你的地产市道波动得大 你变相对于恒地的估值 一定是有些折扬大一点 有时折扬小一点 但煤气来说 最主要都是在公用事业里面 无论是香港也好 甚至是内地也好 都是市场 愿意为何市场不好时 都买下去的一个原因 而且也要看回煤气 自己本身来说 都是有机会在明年开始 一直加煤气费 变相对于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收的钱多了 盈利亦会有改善 变相对于股价 越升越有 是的 解释了煤气 但如果那些为朋友 十九个几买了 不害怕 不害怕 譬如说收了息 除了剩下跌 现在来说下跌 那是合理的 我自己永远都相信一件事 市场永远是对的 我们不要去估计 究竟股价 会否太贵太便宜 因为如果你真的太贵的话 回调的幅度大之外 亦会看到很多人 会扔股份出来 但现在暂时看到 其实成交变相多 但股价不算大 明白 今天都是跟市跌 因为市跌得多了 就175点跌幅 刚刚是否好像穿过26,700 看看 刚刚低位行指是多少 刚刚低位穿不穿 26,700 对的 26,700穿过26,900 是的 这个位置又穿了 26,700也穿了 有位朋友 HKU也提醒了我们穿了26,700 我们看看现在50分 不如再回答一条 有位朋友说维他柠檬茶 在内地的说法叫维他柠檬茶 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没有留意的 爽过吸大马 大马我没吃过 但是现在内地的朋友 除了很喜欢去UNIQLO之外 也很喜欢维他柠檬茶 这个真是拿来说笑 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Joyne就问234 现在都是5G概念股 今天有没有回吐 234 都下了一点 本货金超早仍然好地地 那可否现价买入 追下5G概念呢 5G概念其实前景是好的 不过问题是说现在市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问我5G行不行呢 一定行 内地来说要推5G的话 绝对可以很快地推出来的 所以你就这样看 一中5G的设备相关的供应商 他们今年订单是会有很大的上升 不过问题就是 毛利会不会亦受到压力 这个就真的暂时未知 因为始终来说 单就下了 但是木价是多少钱 收多少毛利呢 大家都要等它条数出来 所以都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股价在现在这样的水位 要看回最后的压力是否大 因为如果你譬如看现在来说 暂时今早做得最聪明的时候 就是升上去 都是只有240万的钱入了 现在来说甚至是差不多都流走了 变成现在这样的时间来说 可能要等多一点时间 先看一看 如果譬如说股价来说 它是跌下去 夹着20天线的水位 即是大约1.58这些位置 不再跌 反过来就能当作破位 到时可以买的 留意一下经讯通讯 HKU UNIQLO 好像内地的分店 什么广州、北京、红州那些 他们抢那个 有个不知什么艺术家 跟他们的Cross Over的T-shirt 是很蜂蕭的 对于这个热情 内地的朋友 很难理解 或者来来香港买 好像听说香港有货的 不知会不会 趁着端午节 星期五放假来买 端午节 我们原来 香港内地和台湾都是没事的 是啊 爬龙洲 好 爬龙洲 先休息一下 好 麻烦了 King Sun 不是King Sun 你很想念我King Sun 昨天是King Sun 你很想念他 我告诉他 很久没有跟你合作 多一点上来 观众很想念你 安排 谢谢Cross Over的 下次再和你谈 多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